这一年一度的MCO好像离结束永远都遥遥无期 一直没完没了的这样子 那顺势呢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的这个汽车税务价期也就一直延续到2021年底 12月31号嘛目前是政府宣布的 那因为这样我相信有蛮多的朋友上网在找一些新车的朋友 就在Toyota的官网上看到一个东西 然后一直来问我说究竟什么是Toyota EasyBully Toyota EasyBully这个配套之所以会吸引人啊 我相信是很多人在官网上或者在一些广告上看到的他设定的这个价钱 这个价钱真的是非常有吸引力 一个月500多块就会拥有一辆Yaris 拥有一辆Vios一个月供个900多块就可以拥有一辆Corolla Cross 这个价钱大家去想一想你原本的目标是国产车假设说Myvi好了 你一个月拿一个高配版的Myvi月供差不多500多块你拥有Myvi 可是你现在月供500多块就可以拥有一辆Toyota Vios 或Toyota Yaris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配套真的很有吸引力 那这个配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里面的详细内容究竟是如何 今天我们就要来为大家一一揭晓 很多看到这个配套的朋友呢相信都是在Toyota的官网上看到啦 就是前面放着大大量的Vios 然后写着EasyBully500多块 然后Buyout More 那看到这样的一个配套我们去看一下它的车型有很多 有George有Yaris有Avanza有Corolla Cross 那有Corolla这些都有全部价钱设定都很便宜 那如果大家点击进去看这个所谓的Find out more 就是你好奇嘛你一定想要看更多嘛 你就Find out more你就会被带去一个直网站 叫做Toyota Capital的网站 Toyota Capital是什么呢 Toyota Capital它其实是一个UMW Toyota的子公司 那它负责的这个项目就是负责融资负责贷款 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的这个身份 即使你的收入高可是你的开销太大 那你不一定跟银行借得到钱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很需要去买车子 他就会选择考虑去跟Toyota Capital借钱 那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啦 这些非银行的融资公司它们会比较容易通过贷款 这个我没有试过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那比较容易通过贷款 但是相对来说它的利率会比较高一些 那么了解了Toyota Capital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了解这次这个所谓的EasyBurly的配套究竟是什么 我们先从最入门的3-tier plan开始介绍说 3-tier plan就是放在网站上介绍到最无光时射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个配套 这个3-tier究竟怎么跑 其实很简单它一样还是做9年的贷款 但是19年呢它分成了三个阶段分别成Tier1、Tier2以及Tier3 那第一个Tier呢就是前面三年 一、二、三 那第二个Tier呢是四、五、六 第三个Tier呢是七、八、九 这三个Tier的月工数额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先说第一个Tier好了 第一个Tier我们拿Toyota Vios来举例嘛 就像它官网上写的一个月只要530块就好了 一个月530块就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你要还的钱嘛 那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呢你是要付854块 所以第一个Tier真的很有吸引力哦很便宜 你拿差不多myvi的价钱就可以供到一两Vios了 那第二个Tier呢850多块其实也不算贵 你差不多就是比Vios差不多也要供个800出头 嗯 所以你也是多一个四五十块来供第二个Tier 四、五、六这三年 那至于最后第三个Tier就是最后三年七、八、九嘛 你要付的款项是1169块 所以听起来是不是就变得合理了 你就把第一个Tier省下来的钱全部丢到第三个Tier去 其实第一个Tier扣很多 第二个Tier差不多 第三个Tier是把第一个Tier丢到第三个Tier来的 这种配套就是所谓的先天后苦 你前面过得很开心 后面过得比较累 就它Toyota这个配套方案呢 它的做法其实很明显 它的网站上就想说 你可能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 你的这个事业刚刚起步 你的收入还不稳定 那你又有想要一辆Toyota 那你就可以拿这个Plan 你的前面三年就会比较轻松一些 那第二件事Toyota要提的呢 就是在第三个Tier的时候 就是你还完了850块那一轮嘛 4、5、6年还完了之后嘛 第七年的时候 把你的车子check in回给Toyota 然后同时再拿回这个Plan 出一辆新车 那这个Plan 听起来好像也不错哦 因为你就直接 avoid掉Tier3那个最痛苦的过程 然后又换一辆新车 要开始最便宜的Tier重新供一辆车子 那这个配套究竟实不实际呢 等下我们再来说 那我们刚刚说 EasyBurly这个配套里面 总共有三个Plan 我们说了第一个Plan 那第二个Plan是什么 第二个Plan 其实是所谓的Business Plan 它其实目前网站上 只用了一辆车型 就是那个Toyota High S 就是它的Van车 它的Plan是3加2加2 所以它前面三年是比较便宜的 后面两年两年就稍微再贵 再贵一些 那我相信这两个应该不是大多人会有兴趣的啦 因为 还有什么 嗯 买Van的人应该也 我们 不是主要读者群哦 反正 保育大有这个Plan就对了 我看了一下它就也没有特别便宜啦 就是把原本的贷款就是一样拆成7年 然后 分不同的Tier 这样子来还款就对了 那 除了这两个Plan以外 还有第三个Plan 就是所谓的2Tier Plan 就是如果你不喜欢就是说 诶 分成三个前面很便宜 后面很贵 那 Toyota它是有第三个Plan 就是2Tier Plan 就是 6加3 一样是9年的工期 但是前面6年是供 假设说Vios的话 就735块 比原本供Vios的价钱便宜一点点 但是后面呢 就变成了1034块 后面三年 就是你前面6年每个月 所省下的100块 供在最后3年每个月多供200块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它这三个EasyBurly的配套 的详细内容 那介绍完了它这些配套 我们就要来算一算 究竟这个配套合不合理 究竟是不是真的比较划算 来到了我最不喜欢的算数时间 很简单 我们就是把它的每个月的工期 然后乘月份 然后乘年份 算一算它这些 算下来大概是多少 我们简单 我们算第一个月500多块 乘以12个月 再乘三年 你就得到一个数字 第一个Tier 你的工期总共是19千 那第二个Tier呢 就是800多块 然后再乘12个月 再乘以三年 你所得到的数字就是 你总共在第二个Tier 工了 三四千七百块 那第三个Tier呢 一千一百多块 一样乘12个月 乘三年 你得到的数字就是 四十二千 这样的一个数字 所以结果呢 你工了一辆七十多千的Vios 最后你工到来 总共要付的费用是 九十一千九百零八块 大概就是九十二千啊 我们把这个数字 然后这个算法再丢回一般的这个银行贷款的网站上算一算 其实你拿到的利息差不多是4.13% 那4.13%对于一辆日本车来说 其实不是个便宜的数字哦 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了嘛 Toyota Capital这个公司 它的贷款利率 本来都会比一般的银行高一些 所以 4.13% 确实 确实是会高一些些的 但相对来说 Toyota给了你一个方便 它一定也要得到好处嘛 比较高的利率就是这种贷款的相对你要支付的东西 那至于官网上介绍说啊 如果说把车公了六年之后 在最贵的那个时期 就是Tier3的时候 把车确认回给Toyota 然后换一辆新车 这样子的做法究竟划算不划算 其实很简单 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公了六年之后 就是我们前面公了Tier1 Tier2公了19千 公了30千之后 其实这个时候 你还欠银行Tier3嘛 就是还欠银行42千 那 这个时候 车子的车铃已经有六年了哈 这辆Vios 我们去搜索一下 六年的Vios 六年的Vios 目前二手车市场可以卖多少钱 就是我们找了一下 大概还可以卖45千到50千左右 所以其实很简单 Toyota用 假设所就欠Toyota的42千嘛 这辆车的价值还是42千 Toyota把这个价钱 把你手上这辆六年的Vios吃回去之后 他在二手市场应该还算是蛮好卖的 那相对来说 他结束了一笔交易 然后同时又欠了多一辆车子 对于Toyota来说 这样子都算是个好事 第一点Toyota成功弹成了一笔交易 第二点就是消费者 除了前面三年可以过得很轻松之外 重点是你还省下了去自己去卖车啊 自己去去问价钱啊找买家这样的烦恼等等 那你直接就换一辆新车 对于现在我觉得有些东西就很懒惰处理的 这个世代的人来说啊 这说不定是一个很轻松的方案 但对于一些想要用Toyota用一个十多年的人 就像我这样子的消费者啦 这个配套可能就不太适合 因为他除了前面第一个Tier 前面三年过得很轻松之外 那其实后面都是要用一个比较高的利率 去还工这辆车子 那他对于一些短期 六年想要换车的朋友 也想要前面比较轻松的朋友 那他或许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要走啦 好拜拜 加油看屁股 走 那做个总结 这个配套究竟合不合理 我前面已经说了嘛 如果对于我这样的消费者来说 一买Toyota就要打算用个十多年 那可能这个配套就不这么吸引人 因为无论如何它的利率比较高 如果你以外面一辆日本车的工期 2点多percent银行借得到的话 2点多percent来说 它的利率是差不多贵了一倍 它差不多是4.1多percent 所以这个配套对于长期用车的消费者来说 真的是比较没有吸引力 但是对于一些短期 你可能就是 嗯 Torota Vios用了六年 我就觉得已经很腻了 我要换新的一辆Torota Vios应该一定出新的了嘛 那这个配套就真的很有吸引力 那我想起一个例子了 看完这个配套我想起一个例子 想起我一个朋友 他本身大学一毕业出来 就是从事这些销售行业 保险啊做直销都好啦 那你到一出来做这些工作 你的这个人脉还没有打开来 你的人事的朋友也不多 那相对来说 你那个时候前面几年 你是会过得比较辛苦的 那他的家人就一直很push他啦 我觉得不叫push还是压力还是逼他 就是 不要买国产车啦 不要啦 想都要买一辆Torota 一直push他 一直说服他 然后他就 因为 毕业出来的头期签 车子头期签 也是要他自己出嘛 然后他讲 你出Torota啦 我们帮你出头期签 然后他就 无奈的 破于这些压力 只下出了一辆Torota 所以他那时候公正每个月整八九百块 对于一个社会新鲜人来说 这个工期是多少有点压力的 相对来说他做了可能四年五年之后 他的这个事业慢慢有起色了 公车对他来说压力相对没有大 而且通货膨胀也相对 就是大家已经麻木了嘛 所以汽车贷款就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吃力一点 那我觉得这种配套可能对他来说 就会比较合适 这样子的配套 是本地只有Torota在做吗 其实不只 其实我稍微看了一下 我看到除了Torota以外 其实Nissan也有在做这样的配套 Nissan好像是叫做什么Flexi Financing之类的 也是五百多块可以供新的Almera之类的 所以其实都有一些车厂在丢这样子的配套 那至于这个配套 是不是适合你 你喜不喜欢这个配套是好是坏 这点我有所保留 我不是说他是好还是坏 因为他很简单的就是提供你多一个选择 你喜欢Hire Purchase 你喜欢就是跟银行每个月还这个分期付款 你还是可以去那边 那今天Torota他就开出了另外一个 用前面T1数字比较吸引人的 所谓EasyBully的配套来吸引你 网站上有详细告诉你他的详细是怎么跑 然后他的钱是怎么付 所以他是给你多一个选择 看了他的这些配套跟他的方案之后 我觉得他是有一些优势的 但无论如何 这都是一个选择项目 就是我都说了嘛 你要Hire Purchase 你要分期付款 你要Subscription 这些通通都给你做选择 那你要选这样子的 大家自己去做决定 没有好或坏 我觉得就是 It's an option 对就是这样子 那是今天为大家稍微拆解了 就是TorotaEasyBully这个配套 那有什么问题 欢迎留言给我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